任阿姨今年63岁 十年前开始感觉手指发麻 干活时一用力就麻得更厉害 但是使劲甩一甩手就不麻了 任阿姨就没在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任阿姨手麻的症状逐渐加重 睡到半夜常常被麻醒 那个麻特别难受 就跟针扎的似 小针这么扎扎扎扎扎 特别难受 尤其是到了晚上半夜 你越困的时候 这个胳膊又麻又疼 还跟抽筋似的 胳膊甩呀甩呀甩呀 完了以后才能稍微有点缓解 一躺下又不行了 还得接着起来甩 所以这夜里根本就没办法睡觉 任阿姨觉得是颈椎出了问题 到骨科就诊 还做了核磁共振 治疗一段时间 手麻症状不但没有缓解 还出现了新症状 我就发现我这手麻僵硬 就开始拿不住东西 杯子我也拿不了 连圆都比不了了 只能比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任阿姨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手麻不简单 经人介绍来到北京鸡水潭医院 手外科就诊 医生接诊后对她进行详细的检查 诊断为万管综合征 需要马上手术 否则会导致大鱼剂萎缩 严重影响手部功能 真没想到 一开始就是手麻 夜间的时候是更重的 但是最后的诊断居然是 万管综合征 大家对于这个名词熟悉吗 都不知道 在哪儿啊 万管 万子 我觉得好内疚 其实我妈妈的症状 跟她好像好像的 可是我们一直认为 是不是她颈椎出问题了 供血不好了 完了以后就让她别干活 别碰凉水 医生也说 让她别碰凉的 那我们就 也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情 没想到她还是有一个万管 这么一个病症 对 万管综合征 对啊 很有可能这个名词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观众来说 是非常陌生的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 它为什么有可能会引起来手麻 甚至整个这个手的功能 都会大大的受到了影响 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如果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现象 恐怕我们就存在着 患上万管综合征的高危风险了呢 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 北京积水台医院的 刘坤辅助人医师 欢迎刘主任 刘坤欢迎 欢迎刘主任 您好 欢迎 各位嘉宾 各位观众 大家好 那您看刚刚我们听到这个万管综合征之后啊 就是一头雾水 各种各样的疑问 所以首先您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万管它究竟在哪里 它发挥着什么样的功用 万管呢就在我们手腕的正中央 它是一个管道 这管道呢 两侧面和它的底边 是由我们的万骨构成 表面呢是一个非常致密的万骨韧带 它们呢共同形成一个 类似椭圆性的一个管道 那么这管道里面有什么呢 有九根基建和一根神经 这个蓝色的是基建 是我们的驱止基建 驱止基建管什么呢 管我们手指头的驱身活动 我们手指每一次的驱身活动 这个基建都要在万管里面要滑动 要摩擦 黄色的就是神经 黄色的是神经 名字叫正中神经 它是万管中复症的主角 它是这个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它管我们大鱼剂 管拇指 视指 宗指和环指 牢策的感觉 比如我们用手去摸东西啊 或者摸凉水啊 或者拿针渣啊 这种感觉是由我们正中神经 来支配的 正中神经里边 它还有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 管我们手指血管的疏缩 管我们皮肤的出汗 还管我们营养功能 万管中复症呢 就是说我们的正中神经 在手腕的万管部位 受到的卡压 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症候群 它一个显著的特点呢 就是手指麻木 还会出现手部力量的减弱 影响拇指的外症功能 所以这根神经 在我们的手掌当中 真的是太重要了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神经 应该是受到大脑的支配的 但是我们明明脑子还很好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但为什么它的这个万管 这一段神经 就会受到影响了呢 它里面究竟发生了 什么变化呢 我们想借助一下道具 给大家形象地 来演示一下 万管中复症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在万管中复症的形成 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就是我们的肌腱变胖了 我们看这个模型 这个呢就是演示的是万症韧带 它下面呢形成的管道 我们叫万管 万管里呢 我们黄色的是正中神经 这个蓝色的棕色的呢 就是我们的去脂肌腱 我们的手指头 手腕活动的时候 这个肌腱和神经 它是可以滑动的 包括我们的去身活动 是可以滑动的 很有可能我们做一个 非常细微的动作 比如说从桌子上 拿起一个小花生米 这个细微的动作 我们手上的韧带和神经 已经就参与工作了 对 是这样子的 由于我们长期的劳动 活动 肌腱呢可能会磨损 它呢也会导致我们肌腱的 黄某的增身 水肿 增出 这样呢会挤压正中神经 第二个呢就是 腕管的体积变小了 腕管体积变小呢 主要发生在 我们老股原来骨折 肌腥愈合 腕骨的骨折脱位 有时候呢腕骨会突出到腕管里面 还有呢我们腕痕内的增厚 软缩 这样都会导致腕管的容积变小 这个呢两个因素 无论是哪种情况 它都会导致腕管内的正中神经 在手腕的腕管部位 受到的卡压 我们的正中神经是非常软的 一压呢就会被变形 严重呢甚至会压扁了 压扁了以后我们神经就缺血 我们的神经里面 地质传导就受阻了 神经的电冲动会阻断 就跟我们把电线掐断了一样 远端不过电了 这样呢由正中神经支配的 老手三个半手指头呢 就会产生麻木感 刺动感 跟小针扎似的 严重的病人呢 到了晚上 有时候会被麻醒 病人呢他自己也能找到一些方法 比如甩甩手腕啊 可能能缓解 但是对于严重的病人 他即使甩完手腕 也不能得到明显的缓解 这样呢你就很严重的影响 病人的睡眠 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但是刚刚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啊 看到任阿姨去就诊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 你要再不治的话 你手啊尤其是这个大鱼剂啊 功能都会没有了呀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这个正宗神经 它不仅仅管它的感觉 而且呢还支配我们手部小肌肉的运动功能 它主要支配呢 拇指的外展 拇指的对掌 长指观念区区 包括我们跟手指头对捏功能 还有我们视指宗指长指观念区区功能 就像这样 这样都是受到了神经跟肌肉的支配 没错 我们这个肌肉是由神经支配的 一旦失去神经的支配 这个肌肉就会萎缩 就会影响功能 影响拇指的外展功能 比如我们拇指张不开了 还会出现手部力量的减弱 所以病人呢 拿不起他大的杯子呀 或者这个 包括我们这个捏圆圈 他可能捏不圆